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媒报道称 近期一位因杀警案入狱服刑的罪犯被爆出已在监狱外服刑引发民众不满 台湾在监狱外服刑的制度设置之初的目的是给快出狱的长行期服刑人员一个适应阶段 尽快与社会接轨 但近年来频频有人利用特权让一些重刑犯提前离开监狱 也不断有罪犯在监狱外服刑期间逃跑或是重新犯案 去年有监外服刑人返家探视未归 并在台南杀害两名警察等案件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 一份网络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三的台湾民众反对轻易对服刑人员改判监外服刑 认为这是所谓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 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 对台湾的司法公正表示失望 监外服刑争议在岛内发酵已久 在立法机构占多数的民进党却迟迟没有采取切实行动修改相关条例 虽然蔡英文 赖清德等人本周先后表态支持修法 然而仍有批评认为 虽然政治人物嘴上说得漂亮 但正是民进党的执政不作为 让台湾社会笼罩在危险的阴影之下 呼吁民进党要加紧补足法制缺漏 还民众以安全 外一间发生这么多事 不做 你现在来说 明明你就是摆烂嘛 那这些你就是不做嘛 你们就是摆烂嘛 面对台湾民众对司法不公不义的反对之声呢 蔡英文执政了七年 民进党可以说是睡了七年 近期突然在歼外复兴等议题上突然表态 好像在选举之前突然醒过来一样 变脸的程度是令人叹为观止 也难怪有评论说 司法改革的议题对于民进党来说 只是一个摆排的工具 那这样的政党心中装置的究竟是 民众的利益还是自己的政党利益 想必大家都一目了然 以上是总台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团结问题持续引发媒体关注 侯友宜表示希望和韩国瑜再度见面 韩国瑜阵营则尚未有明确回复 据台媒报道 在9号首度公开向韩国瑜道歉之后 侯友宜紧接着表示非常希望再度见面 现在已经约了对方至少三次 外界分析认为 侯友宜努力争取韩国瑜和韩国瑜粉丝的谅解 力图团结蓝营 目前两人还没能再度见面 侯友宜表示继续努力中 有台湾媒体关注 如果韩国瑜粉丝支持侯友宜 是否能够平息近一段时间的所谓换猴传言 曾经在韩国瑜高雄市长任内 担任高雄新闻局长的王浅秋表示 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决定的事情 求在侯友宜身上 他势必会努力 至于两人见面 他说只要有真心就有机会 当事人感受如何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要约做我刚刚讲的 只要是真心的 都可以有机会能够促成 接下来请您关注 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日前 2023浙江台湾合作州 温州分会场活动在温州启目 两岸业者和青年齐聚温州 共续两岸同胞亲情 共谋融合发展机遇 温州台青创业创新成果展 在温州人民大会堂举办 本次成果展 集中展示了近年来 温州对台工作的总体面貌与成果 温州高校对台工作成果展示 以及温州台青创客孵化平台成效展示 活动现场吸引了近300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台青 台博 台商 这次我们希望能够把温州 这个更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吸引大家都到温州来看看 此外 第八届驻梦温州创业创新 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人才对接会 在温州人民大会堂同时举行 对接会主要面向来温青年 推介温州的创业就业政策环境 吸引高端台籍人才 同时为台湾青年与温州高校 启事业单位搭建直接交流的平台 本次活动共筛选出42家企业 为在温台青提供400多个就业岗位 150多个实习岗位 那我也是在到北大刚入学的时候 接触到了温州这边的政策 我会体验到这边温州的人文底蕴很丰富 然后并且他们对这个高端的人才非常重视 我很感兴趣想要来温州发展 近年来温州市累计组织两岸青年联谊活动 创客体验12000余人次 服务台湾青年6500余人 温州市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人 交流 学习 就业的新热土 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温州 竹猛温州 以上是总台记者发自浙江温州的报道 2023浙江台湾合作周宁波分会场 在海蜀科创中心举行科创赋能发展参访交流活动 台湾嘉宾代表 海蜀区台商台包代表30多人 参观了多家优秀数字经济企业 了解科技创新 智能制造 数字技术革新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 随后 嘉宾代表在科创赋能发展专家分享会上 围绕企业创新转型研究 以及数字经济的制高点展开讨论交流 台湾汉光军也在即 被暴将加大力度防守淡水河 还向多重布雷对抗解放军 妄图一物巨统 民进党又有哪些招数 台海局势正面临怎样风险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军建淡水河要塞 三道防线南党解放军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媒报道 台军汉光39号军演 将在7月下旬进行实兵操演 其中在淡水河口兴建的军用攻势 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有分析认为 台军此次军演试图构建三道防线 以此来对抗解放军 如此盘算真的能够得逞吗 而民进党当局执迷不误 以武俱统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 您好 桑城北京的张兵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兵先生 欢迎 桑城你好 台北的游教授好 全球的央视观众大家好 层层设防对抗解放军 台军演集又出新花样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段片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军汉光39号士兵操演举行在即 其中针对淡水河反击作战 台军将在新北湾子维海岸进行大规模演练 战场攻防场景包括台湾海军 陆军空军的火力支援 地面部署等等 报道称 每年汉光士兵作战在此地都有操演 而今年规模最大 台军将运用防舟艇车辆等 在滩头持滞登陆行动 被认为是构建敌党解放军的第一道防线 此外台军还想通过布雷措施 构建另一道防线 包括滩岸上的布雷与海面上的布雷 据我们观察台军历年的 汉光演习当中的重点之一 就是淡水河口的防御 那么淡水河对于整个台北来说 它的重要性有多大呢 而今年淡水河防御的设置 与网民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汉光39号演习 它的实兵操演的部分 其实是要到7月24到28号才会举行 目前是在预演 今年的汉光演习跟去年一样 演练的一个关键的重点 就是淡水河河口的防御 为什么会挑这个位置呢 台军是认为淡水河河口跟它的周边 是解放军如果要登陆台湾 或是执行斩首的作战 很可能会选择的地点 首先呢我们知道 淡水河河口的宽度呢 超过1000米 等于是朝着大陆方向 有一个大的开口啊 解放军的部队 如果是从这里进来的话 就可能沿着淡水河的河道 或者是过了关渡大桥之后 还可以沿着跟淡水河相连的 基隆河的河道 深入台北市的核心区域啊 大陆的气垫登陆船 如果是载了装甲运兵车 从淡水河的大道城码头上来的话 不要10分钟就可能抵达 蔡英文的办公地点 如果走基隆河这个路线呢 还可能直达台北的大直 威胁到战时啊 会作为台湾指挥中枢的 恒山指挥所 另外呢 在台军的作战想定里面 解放军也是可能 从淡水河河口啊 左侧的那个海岸登陆 那这个地方是新北市巴黎的一个景点 叫做挖子尾 是一个红树林跟湿地的生态保留区啊 海边还有一大片的平坦海滩啊 很多台湾的游客 会到这里玩风帆啦 玩冲浪啦 或是细水跟看海 加上沙滩的左侧又紧贴着台北港啊 台军也很担心 台北港会被解放军拿下来 让后续更多的人员跟装备在这里上岸 这就是为什么淡水河河口 巴黎挖子尾的海滩 加上台北港 会被台军看成是防卫的什么铁三角了 去年的汉光演习呢 台军就操演了很多 跟淡水河河口防御有关的科目 今年看起来偏重的是 挖子尾的滩岸防御 原本的旅游景点的海滩啊 后方本来就有台军的一个军营的据点 现在呢 据点的建筑物都加上了卫装网 附近还放了很多战车 装甲车 防空用的复仇者的导弹车 还有风眼的雷达车 据点的四周啊 还挖了百米长的地下壕沟 设置了机关枪的射击点 而且透过媒体对外高调展示演练的内容 到时候台军会动用陆战队跟登陆车 来扮演登陆的解放军 跟防守的台湾陆军部队来遭遇 模拟各种攻防的场景啊 不过表演是一回事 用这种组绝物 壕沟 地雷区 装甲车加上步兵来防卫的模式 有人说是美国要台军学习乌克兰在战场的做法 但是啊 台湾的作战条件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么做能发挥多少效果呢 外界是存疑的 是的 由于蔡英文自己怕斩首 所以呢 他对于淡水河的防御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完全不顾及普通民众的感受 要求是层层设防 比如说今年他们设置的第一道防线呢 就是要求台军 在这个淡水河的滩头构建军事要塞 那么这样一个设施 您觉得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台军汉光演习啊 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 近些年出现了重大的一个调整 什么调整呢 就是随着两岸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差距的越来越大 那么台军现在基本上他在北部的海岸进行防守 主要两个目的 一个叫保存战力 就是保存有声力量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反登陆成功 他基本上就从这个两个角度考虑 所以你看这个挖茲伟海滩 挖茲伟这个海滩 游教授也介绍了 这个地区是台湾的冲浪胜地 因为这台湾北部 基本上我都这个几个海滩我都去过 那风光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沙滩也平缓 然后呢这个浪呢又适中等等 所以他虽然是冲浪胜地 但是你今天去看看 已经变成了一种硝烟味非常浓的阵地了 台军为了打造这个所谓的石兵操演 在这个挖茲伟海滩 打造了这种立体化的全方位的一个防卫体系 就能用上的传统的防御战术 和现代化的防御战术基本全用上了 那么从传统来讲呢 他还有很多能够展现给别人看的一些 这种展现出来一个战场的场景呢 比如战壕 利用这种挖战壕 利用挖藏兵洞 挖一些储备的这个仓库 储备粮草啊 弹药啊等等 据说呢台湾北部 台军要能储备一个月的 这样一个粮食 希望在这跟解放军 散开拉锯战 就是抢探登陆与反登陆 进行拉锯战 但这样一个做法啊 第一我觉得扰民 它扰民呢 是两种一种噪音嘛 你老实的 这个射击啊炮声啊等等啊 喊沙声啊 它扰民 还有一个扰民什么呢 是对台湾民众心理上的一个干扰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在本来是一个冲浪生地 你挖的全是战壕 累了好多沙包 有机枪射孔 还有相应的这种迷彩的 这种伪装网等等 那无形中就给台湾民众一种 制造了一种心理上的恐惧感 那感觉大战在迫近 营造了一个恐怖的气氛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挖这位海滩 与其说是它的一个防御的重点 不如说是在选举前 吸引民众营造这个恐怖气氛的 一个面子工程 如您所说 这些地方本来是台湾民众 休闲娱乐的好去除 但是现在呢 已经是火药味十足 为了选举而进行的各种政治操弄的动作 而守住淡水河口 只是他们防御的第一道防线 那么在今年的汉光军演当中的台军 还试图运用布雷的方式来强化 贪案阻绝 那么有分析说 这是他们用来对抗解放军的第二道防线 游教授您如何看待他的作用 台军过去的做法叫做滨海决胜 滩案兼敌 而且如果到了滩案兼敌 就表示滨海决胜没有达成任务 如果不想要战争发生在台湾的岛上 滩案兼敌就必须成功 没成功就是输了 不过现在看来 台军或者是背后下指导旗的美军 对于台军的贪案兼敌 没什么信心 一副就是准备 要在解放军登陆之后 要打城镇战的样子 所以这次汉光演习 在巴黎海滩演练的 主要就是一个阻绝作战而已 现在台军在美国的指导底下 把这种想法从水面移到了路面 运用美国推销给台军的 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想要在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 布置地雷来发挥阻绝的效果 不过这次汉光演习 台军对于布雷比较低调 并没有布雷区的实际操演的内容 这个可能跟火山布雷系统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美会交货有关 现在看起来 在汉光演习里面 台军最多就是在那个沙滩的阻绝物附近 加上一些鬼雷来增强阻绝的效果 但是火山布雷系统一次买了14套 这就打算是要在台湾四处布雷了 很多台湾民众想到这个场景 就很难接受了 这还会唤起不少人对过去金门残余的地雷 造成居民的噩梦 花了几十年才清完的那个惨痛的记忆 所以台军想拿地雷当防线 又不敢大声宣扬 可能就是这个考量 台媒注意到 今年台湾汉光军演将首次演练 在桃园机场反空将夺回机场等客幕 被认为是台军试图抵挡解放军的第三道防线 然而在民进党升高军事对抗的情况下 台湾兵源不足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由道内舆论直言 当前台海情势下 避战才是首要任务 民进党当局一味扩大军演范围 无助于台海和平 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汉光军演当中 台军是首次进行了桃园机场的相关演练 那么据说这是他们用来阻挡解放军的第三道防线 而且更有消息保持说 进行这样的一个演练 主要是由于背后由美国在干涉 具体怎么回事 应该说这是台军第一次在桃园的 这么大规模的机场进行演练 我觉得它有两重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说 因为桃园机场跟我们刚才提到的 挖滋味海滩 还有巴黎等等 就是北部沿线 它是一体的 就是它完全都处在对抗大陆的第一线 那么台军预估 如果解放军抢滩登陆的话 它绝不是在一个点进行登陆 它是进行着全方位的 立体化的一个登陆 那么这时候桃园机场就很重要 占领了桃园机场 第一能够把它变成 相应的物资后勤的 这种部署的补给的基地 另外一个就是 占领了桃园机场之后 也切断了民进党当局逃跑的 其中的重要一条通道 所以桃园机场它的演练 认为这个地方反空降 它觉得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层我估计也是民进党 没办法的事情 为什么 之前有消息传出 在桃园机场演练 是美国背后下的指导旗 前一段时间一直传出了 美国要撤离美国人 从台湾撤离的消息 虽然台湾方面 美国方面都在否认 但是随着台海地区局势的 这样的不断升级 那么应该说 在台湾岛内的这些 像美国 日本等等 它一定有考虑怎么样保护本国的人员 等等怎么样的撤离 所以桃园机场又是一个撤离的通道 前一段时间还传出要打造所谓安全通道 那你想想桃园机场演练在保卫谁呢 我们不禁要打一个问号 应该说民进党当局凸显了它这种遗物巨统 那么背后有美国各种因素的干扰 和相应的介入的一个痕迹 以往的汉光军演 美国一般来讲都会派这个顾问团 要观察甚至下指导旗 这次包括挖战壕 据说也有美国按照相应的教科书 包括台湾方面的这种教科书 和美国方面的这些指导手册来进行演练 都是为了各自的政治力 那么如张明先生所分析的 就在民党当局不断配合美国 升高两岸军事对抗的同时 我们看到岛内兵源紧张的问题 是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有绿媒的媒体就报道说 如今民党当局想采取 南兵北调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游教授您觉得 能够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吗 美国要台湾积极备战 表现出他们说的什么 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 然后美国就威胁说 如果你没有决心 我就不帮你了 美国还要台湾 准备跟大陆打城镇战 不管是备战 或是准备城镇战 都需要兵力 本来台军的募兵就很难了 现在你不断刺激 跟渲染台海的紧张 募兵更是难上加难 之前我们提过 台军的士官跟军官 短缺了至少两万五千人 特别是主战部队 又缺官又缺兵 主战部队是哪些呢 就包括台陆军的装甲部队 海军的作战舰艇 空军的战机 还有导弹部队 都有很严重的缺人的状况 台军定的目标 是人力要达到编制的九成 但是就连这个已经打了折的目标 台湾的主战部队都有超过七成 没法达标 其中更有很多单位 它的人力连编制的七成都到不了 招募很困难 结果招到的人又留不住 去年台军自愿赔钱 提早退伍的 多达三千七百多人 加上被寄过淘汰的人 一年就这么少掉了四千多人 最近就传出内部互相抢人的消息 有的媒体就报道 说这个叫南兵北调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防守台湾北部的叫六军团 中部是十军团 南部是八军团 最近据说台湾中南部的十军团跟八军团 很多人都接到来自北部六军团的一个调查 问他们是不是有家人是住在北部的 还有问他们愿不愿意调到北部 虽然六军团说 这个主要是要方便官兵住房地点跟家人靠近一些 但是实质上这就变成北部的六军团 跑到中南部抢兵了嘛 然后你看中南部的部队 就赶快要求主管要严格管控 不能让我们的人就这样被抢走了 其实台军在北部缺人更严重 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台湾北部的工作机会比南部多很多 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 加上北部的主战部队任务很重 为了保卫中书也就是保护蔡英文当局的重要官员 现在北部变成台军防卫的重点了 你看最近两年的汉光演习都是由台军所说的第三作战区 其实就是北部六军团的主战部队来负责 你的待遇上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工作的负荷又越来越大 北部的台军要遭到兵 当然是更难嘛 所以就搞出了这一场 被叫做南兵北调的抢人闹剧 实在很难看 是的 不管民党当局如何的去调兵遣将 或者说像前面所分析的 设置了所谓层层的防线 但是这些效果真的管用吗 能够挡得住解放军统一台湾的脚步吗 我实实求是讲 台军其实早就被解放军震撼住了 我们的这种远程的打击的相当的威慑 包括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在以实战化的方式在练兵 你看在台海地区 我们的常态化巡航 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远程打击的能力 和海空一体化作战突击的能力 我觉得台军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你如果敢搞台独 那么你面对的僵尸一股 多么强大的力量 这一点台军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他这么搞 还不断地出一些新花样 说白了 我们经常说就是自己给自己撞胆 走夜路吹口哨 你自己给自己撞胆 去年汉光军员我其实特别清楚 也是淡水河口 去年出了一招什么呀 要在淡水河口上拉这个爆炸锁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一旦抢探登陆的话 一般来讲到了淡水河口 大型的军舰就进不去了 那这个时候解放军会利用什么 比如我们的野牛的气垫船 比如我们的高速的气垫艇 来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突击 那么他在这个河上拉这个锁 拉这个锁之后呢 上面有爆炸物 当你的气垫船过来之后呢 他一拧或者烟电流爆炸 造成你的这种进攻的迟滞等等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 尤其是当下两岸的实力的对比当中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这些全都是作秀的 这个还真不是瞧不起台军 而是实际作用当中显现出来的 你比如台军过去啊 想的很多招数 他都有点 我们听着啊 就是好像管用 但实际上都是匪夷所思 你比如他曾经想过泼汽油 在这个河面上泼汽油 给你玩火烧连营 对吧 给你这个钢锁 拿这个锁把这个河都拦住等等 但以现在的这种攻防的手段 它的这种成功的概率非常低 这些一物俱统的动作 这些叫嚣得好像跟演戏一样的 一出一出的剧目 军演 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把台湾带进这种灾难当中 除了把台湾民众绑在台独的战车上 除了让一些境外的反华势力 偷偷在这个暗笑 起不到任何实际的作用 持续炒作汉光军援 与台军战力 是民进党当局 妄想以武俱统的又一例证 这样的行径只会升高 两岸对抗 进一步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 更反映出民进党当局 不顾台湾民意 将民众一步步地推向灾难深远 好 再次感谢两位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点评分析 谢谢邮教授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张斌 谢谢桑辰 谢谢邮教授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